我剛剛認識這麼多年 我沒有喝過超過三杯咖啡 而且你們很久沒碰到了 對啊 你還幻想過人家咧 熟 你沒有幻想過人家 不信 真的沒有 我跟妳講 妳死前以後那三秒鐘 裡面畫面一定有很多楊千霈 沒有... 我真的覺得他哭了 他哭了 我身上這麼緊張吧 所以...所以妳已經... 我真的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會這樣被教了 曲哥...曲哥怎麼辦 怎麼辦 趕快安慰到 沒有 趕快安慰到 沒事吧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麼多年的教訓 我真的把他當哥哥看 然後我不曉得曲嫂真的會不高興 然後我也很難過 他很...他很不高興 所以我有跟我爸媽媽講 然後爸媽說 那不然我們打給Vicky跟他講一下 天啊 妳還跟爸媽講 當然了 因為就是沒有什麼啊 我們是這時候趕快吃我的料 我以為妳有幻想 但是我不對 我覺得兩千霈在節目裡哭件事 會死Vicky Vicky會欺負 喂... 我跟你講他如果今天看到螢幕 他在這邊說 該哭的人是我OK 所以就是這個情況是很簡單 快出雞是讓人家拍Vicky 捏捏看就知道 捏捏看就知道是脂肪還是肌肉 我到那邊幫你捏捏看 真的喔 好赤裸的診療喔 對 他這個脂肪是偏厚的 你們看到 老朋友帶一下特寫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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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寫 特寫 然後來 你背對著我們 你背對著鏡頭 背對鏡頭 來 然後墊腳尖站起來 太漂亮了 沒有... 墊腳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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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墊腳尖站起來 老朋友帶一下他的小腿 對 墊腳尖 不是...要撐住這樣...撐住 墊起來...加油 還好... 還好 這個是肌肉嗎 對...這就是肌肉嗎 所以這叫打肉筋 對... 他又要溶脂 又要打肉筋 對... 好... 沒有... 他就浮出眼淚了 不要浮出眼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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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沒有浮出眼淚 我突然沒有浮出眼淚 上一個節目 你們還給我帶透淚 不要浮出眼淚 不要浮出眼淚 可以哭什麼 好歹是你媽伸給你 你幹嘛這樣哭 我媽... 我這樣說到你媽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嚇哭還是... 還是傷心的哭 沒有因為那個鏡頭那麼大 然後她指都不會看 我們今天是想要幫你請 醫師幫你整理 我給你小博春整理 OK 妳的嘴巴比太多一點 對... 對... 但這個是肌肉 可是她如果沒有脂肪 那整個沒有脂肪 對...肌肉 那是你捏捏LuLu的看看 LuLu好 對 為什麼不捏你的呢 LuLu是鐵盤嗎 OK 你看喔 不要講哭了 他講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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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哭了... 他哭了 是不是在那邊哭了 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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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多好 你今天很像到村子裡面去 議論事情被欺負的 他哭了... 很貴婚的 我來為聖子耶 來... 再跟你要一張好不好 有些小孩是真的很漂亮 一看就是漂亮 那就沒話講 可是我妹的小孩 他真的不漂亮啊 他緊繃就是可愛 可是他還是我家的骨肉啊 我沒有瞧不起他 他就是可愛耶 沒有 你聽我講 你不能說到醜 對 你頂多說沒有到那麼可愛吧 不用講這個 小孩子就是可愛 小孩子就是可愛 沒有憋到 不用哭 快點 有些才真的 小孩子真的很可愛啊 妳要把一個小孩 他們雖然是寶寶 可是他們聽得懂 對啊 好... 沒事 這已經太薄了 我出去 沒事... 講得出來 剛剛都聽得懂 妳們好來講他 沒事... 我真的沒有在講妳 我講我妹的小孩子 他就講我 可是我說每個小孩子都一樣 他們都聽得懂 對 他們都很可愛 妳以為他在流著口水 可是他其實已經聽到 醜... 對 他聽進去 他從小就沒有自信 請問一下 請問那個小朋友 現在年齡又大一點了嗎 三歲多 三歲多 她已經聽得懂啊 我跟妳講 楊綺 我跟妳講有一個故事 我上個禮拜去吃早餐 有一個媽媽呢 我就跟我大女兒坐在一起 然後那媽媽就過來說 我常看到妳跟妳那個大小女兒 一起出來吃早餐 我說對啊 他說這妳大女兒啊 我說對 他說我覺得妳小女兒比較可愛 然後我就說 大女兒其實也可愛 是不同感覺 他說沒有啊 小的比較可愛 然後講完之後她就走了 然後我大女兒就安靜一回 然後她就說 媽媽 我想要回去抱我的小兔兔 很可憐 明白 她小小... 她小小的心靈是很受傷 對 妳知道她還要安靜一下 然後就這樣沒事 她為什麼要被比 對 她就說 媽媽 我想要回去抱我的小兔兔 是啦 她就說真的很好 然後我就一邊騎腳 她那邊說 妳有些大人講話是比較不禮貌 我說可是妳跟妹妹 這媽媽先跟我講 妳都是可愛的小愛 妳不要忘記了 不要忘記了 妳們無心的一句話 妳知道傷害一個小朋友 小小的心靈 對 我跟妳講話 妳都講過事情之後她... 對 妳是種像一個小種子 在那裡心靈一點 像白雲 她會哭嗎 她...她會難哭 妳不會開啦 妳是一個白雲嗎 妳在幹嘛 小蓉 妳不會是要給我哭了吧妳 不是 我覺得很害羞耶 我怎麼愛 為什麼妳...妳是... 妳有夢見過她嗎 不是會喜歡她 我知道就是 像我以前看到偶像也是會哭 我跟妳講 那高潔如果真的是一個偶像 也是大哥的話 她應該懂得怎麼安慰她的粉絲 我的媽呀 不要 高潔 安慰一下小柔 讓她不要這麼緊張 真的... 滿想知道的 哪有偶像會叫做 不是 高潔 妳如果掰... 妳如果掰著她的肩膀 把她轉向你的話 OK 這樣才對啊 這樣才快樂 然後妳要安慰她 所以叫她不要這麼緊張嗎 不緊張啦 假如啊 我沒有結婚啊 那我...那我可能會... 殺她嗎 我可能會... 會跟妳有一段戀情 真的假的 是... 我從來沒有生分狂 都這麼開心過 妳真的很希望她說 她如果沒有結婚 會跟妳有一段嗎 其實她結婚的時候有點難過 她結婚的時候有點難過 妳有一點點 妳有注意到她何時結婚的喔 有啊 在... 妳說整個演員圈 都沒人注意到高潔什麼 其實我對她有印象的時候 她就已經是個已婚的人士了 是 妳會不高興瑤瑤用郭書瑤的外號嗎 我先用的 不會啊... 她先來 妳先用的是不是 妳要哭了嗎 我跟妳講 妳要哭了 妳要哭了 妳要先哭了 從今天開始 才對我大哭 妳不是沒在 到底不是這樣講嗎 今天學在讓我們大哭 她哭了 妳跳舞前就哭這樣好嗎 我們算有點同情票 是不是很多網友會攻擊妳 說妳幹嘛跟郭書瑤搶同票 對 因為很多網友會忘記說 其實黑社會曾經有個瑤瑤 我要在哭了 然後妳每次出來反駁的方法 就說我先叫瑤瑤了是不是 就... 對啊 我會想說 沒有 就是我之前我也叫瑤瑤 她想說真的假的 你叫瑤瑤喔 那妳名字有個瑤字嗎 我說沒有 她說那妳為什麼叫瑤瑤 妳名字裡面有瑤字啊 完全沒有 那妳幹嘛叫瑤瑤 沒有 我跟妳講 其實很多路人 他們是想要鼓勵妳 可是他們真的不會說話 像很多人都過來跟我講說 小艾斯妳知道嗎 我們全部的人都很討厭妳 但是只有我喜歡妳 他們就說妳好三八喔 然後主持人又爛 可是我直接不會 他們想說到底這樣 就是... 這樣一直給妳耳光 然後塞一顆糖 再給妳耳光 再塞一顆糖 可是妳看得出來 她其實是想要鼓勵妳 只是說她不太會講話 那妳怎麼回她 我就說喔 謝謝 對啊 都說謝謝 因為她只是...她是本身喜歡妳 只是說她比較不會用自己的事 可是我覺得壓力大的是 後來回到家 然後我看到我媽 我媽就看到我說 媽 為什麼秀琴有 妳沒有 可是媽媽這樣講 妳可以跟她吵架吧 我不是... 妳不敢跟媽媽吵架 我覺得我已經很難過了 OK 所以後來... 可是我爸... 反倒是我爸就說 現在沒有也不代表以後沒有 對啊 妳現在沒有 妳就好好的去充實妳自己 可是... 我覺得我媽講那句話 我會很難難過 因為她會不會覺得 別人比較好 她女兒不好 我不知道啦 可是妳現在應該已經 完全克服這種感覺了嗎 就即使現在別人提到秀琴 有戲演妳怎麼樣的話 妳應該不會配人吧 其實我覺得 要很感謝那段時間 我覺得 我們要不要幫妳統計一下 就是秀琴和錦雯 誰來抗謝次數比較多 來鼓勵... 不是... 妳比較常上我們節目 我跟你講 我覺得喔 我覺得人一定要有 那段時間的歷練 就在那段時間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很嚴重的憂鬱症 我也不敢面對我媽 因為我害怕我媽又會覺得不好 因為其實我媽壓力可能比我大 怕妳沒工作 然後那時候就常常哭完 就是大家哭 然後大哭完就睡覺 然後睡覺...睡覺起來 然後就會拿那個透明膠帶 一直跪在地下黏那個地毯 黏了一卷兩卷 就躁鬱症啊 就很躁鬱 妳會想要找一件事情 讓自己安靜下來 妳下次可以通知小孩子 妳要黏地毯嗎 所以妳來我黏我家好不好 所以我家地毯本來有毛 都黏到眉毛